来看彰化有一名17岁的小女生林婷怡 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很不简单 已经拥有27张电脑证照 最近又在世界杯电脑应用竞赛当中 击败了来自全世界65个国家的11万名选手 以平均一分钟就可以打字100个字的速度 抱走世界冠军 清脆的键盘声 这个小女生眼睛脑袋和手几乎同步动作和思考 一分钟打字平均要破100字 只见电脑荧幕上的字像跑马灯一样依序出现 食指神功被发挥的淋漓尽致 打字速度飞快也让林婷怡 决定参加这一次的世界杯电脑应用竞赛 每篇文章要重新编排调整字句 一共有50个考题 林婷怡六分钟就完成 参加这个比赛以后得到第一名给我肯定 所以我再来会更努力的一直往这一条路走下去 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接触电脑 林婷怡才刚升高二 但已经有27张的电脑证照 现在又成为了打字世界冠军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 明讯庞志龙三华报导 你ЕТ 我 我 感谢观看